四窗 其實只要預行 就可以 那個部分的話呢 你們就稍微記一下 以後這個應該一定會遇到 就是呢你在deleteer上面呢 你如果不希望 讓他跳出什麼 跳出那個要不要刪除的那個對話的視窗的話 那你可以在這個地方deleteer上方 加上一行 那一行的話 就是打一個application application TION 那這個application指的就是Excel 就Excel本身 它就是一個application 我們把它當成一個程式來看待 點下去 如果你點下去有出現東西的話 表示你application是 拼對的 就應用程式的意思 點你打一個display dis 你就打一個dis大概就差不多出來 dis自動跳出什麼 Display alone 那Display alone就是剛剛那個東西啦 Display alone怎麼樣呢 空白鍵 等於 什麼呢 True還是False 就False OK 空白鍵就好了 這樣的話呢 它就會不會出現了 不過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把這個Display alone關掉的話 那以後 其他程式 任何訊息 它都不會出來了 那這樣不合理啊 如果說 剛好我有些地方 要出現 那 怎麼辦呢 所以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 把這個地方 程式 就是迴旋跑完之後 記得要怎麼樣 剛剛是把它關掉對不對 那 結束之後呢 請你怎麼樣呢 再把它打開 等於True 這樣會比較合理啦 OK 如果你沒有打開 好像也不會怎麼樣 只是說將來 提示的訊息 都不會再出現 但是這有個缺點 你做完之後 因為沒有東西了 也沒有辦法讓你測試 所以怎麼辦 自己在亂 自己在怎樣 在 隨便再插入幾個 OK來試試看好了 這邊怎麼啟動呢 這邊有個啟動 啟動表單 讓這個表單啟動起來 我看一下 應該也是 這個是啟動舊的 我想這部分的話各位試試看好了 這裡的話 應該就這樣應該就OK了 就是直接就 按一個確定 這個為什麼 就 給好了試試看 剛剛主要就是刪除的程式嗎 寫到哪邊去 寫到這邊來 就是這幾行 OK 記得起來嗎 好 畫面還給各位一下好了 考驗各位的記憶力 畫面還給各位一下 我等一下再把那個畫面拍照下來給各位參考